动人愿意缭绕着会议室 勇和国中国乐团带来精彩的影名歌曲 乐力欢迎来自纽西兰的与会贵宾 勇和国中阶级推动国际教育 在11号下午举行签约仪式 与纽西兰Pukukoi Intermediate School缔结姐妹校 未来勇和国中将和姐妹校进行语言及文化上的交流 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 让勇和国中孩子跟纽西兰的师生做一些互动 所以今年暑假我就带着老师跟孩子到纽西兰去 然后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之后我们会建立的是校对校的 还有就是做一些参访 这些年龄的高校的学生 他们知道世界比他们的社会更大 学生自信迪用英语介绍永和国中 让现场与会嘉宾可以进一步认识永中周边环境和教育方式 身为永和国中家长会长的罗文琼议员 对于学生能跨出台湾与国际接轨表示肯定 我们很开心看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解面校的一个地结 那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些互动 可以让小朋友除了这个课越的成长之外 还有很多更多的一些生活体验 甚至于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一个 解面校的地结 有机会的话是可以让更多的学校 更多的同学来一起来参与 且一幕后中培养对于 这个国际观的观念的一个养成 两校在将来会互相双出交换生 到一国体验不同的文化 以这样的合作模式 建立学生及老师间的互动平台 为两地的教育注入新的观念与思维 水天空新闻永和报导